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OpenAI执行长Sam Altman此前提议和台积电合作,建立专门的OpenAI晶片工厂。 2024年1月,Sam Altman表示,正在规划一个全球晶片制造网络,台积电正是潜在合作伙伴之一。 而这个庞大项目的投资者之一,就是阿布扎比的MGX。 当时,Altman还在和阿联酋政府进行谈判。 有传言称,此举需要筹集5至7兆美元。 据报道,这将是当今晶片行业规模的许多倍,预计到2030年晶片行业的年收入将达到1兆美元。 根据Altman的设想,OpenAI、投资者、晶片制造商和公用事业公司之间会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,建起由现有晶片制造商应运的晶片工厂,而OpenAI是主要客户。 然而,此举仍然面临诸多障碍,尤其是在协调资助者、行业合作伙伴和政府的复杂网络上。 Altman的愿景是,从中东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,并聘请台积电建设和营运晶片工厂,最好是在美国。 然而,美国政府担心将战略晶片供应置于外国控制之下,或让阿布扎比在AI市场上拥有过多权力。 目前,这项计划已被搁置。 在台积电高层看来,设施利用率仍不明朗,因此这项提议过于激进。 如今,OpenAI正在投资专用集成晶片,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hips,即ASIC的设计,以满足AI模型不断增长的运算需求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OpenAI可能会和美国的博通和Marvel合作开发晶片,并成为博通的四大客户之一。 根据规划,OpenAI的ASIC晶片,预计将陆续在台积电、三奈米和后续A16制程中投片生产。 而OpenAI的首款自研晶片,已经预定了台积电的A16工艺制程,用于制造AI晶片,专为Sora影片应用打造。 A16制程为i米级,也级1.6奈米。 而OpenAI在苹果的AI发展中,也扮演着关键角色,因此此举也将提振苹果装置的销量。 据悉,A16制程,预计将于2026年底开始量产。 如今,台积电的客户名单中,不仅有了大客户苹果,还加入了OpenAI,A16制程,可以说是未量产,显轰动了。 并且,OpenAI对于苹果装置的AI应用,也至关重要。 苹果今年6月发表的Apple Intelligence,已将ChatGPT融入其中。 随着OpenAI积极投入自家ASIC晶片设计开发,它在AI运算领域的话语权也会不断上涨。 此前,苹果成为了台积电的A16的首批客户,目的就是确保未来的iPhone能抢先使用台积电的A16工艺。 根据台积电的介绍,A16结合了环绕炸集GAAFET,奈米片电晶体和超级电轨SuperPowerRail,SPR技术。 其中,SPR将电源网络重定位到晶圆背面,能为前表面的续号网络释放更多空间,从而实现最佳密度和晶片效能。 因此,A16非常适合有复杂讯号路由和密集电源网络的高效能运算HPC产品。 与上一代的N2P工艺相比,A16在相同VDD工作低压下速度可提升8%至10%,或在相同频率和电晶体数量下降低15%至20%的功耗,密度增加至原来的1.1倍。 由于电晶体面积越来越小,密度越来越高,同时堆叠层数也在增长。 想要供电并传输数据讯号,就需要穿过10-20层堆栈,大大提高了线路设计的复杂程度。 台积电并不是唯一一家正在研发背面供电技术的生产商。 除了超级电源轨SPR,思路类似的,还有英特尔的PowerWire和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MEC的BPR,买入式电源轨Buried Power Rail。 BPR是最早出现的解决方案,先在晶圆的背面放置电源传输网络。 然后通过TSV系通孔将逻辑单元的电源轨连接到与电源接触,既能对某些区域进行扩展,也不会给生产增加过多复杂性。 英特尔的PowerWire则是将电源连接到单元或电晶体的接触点,效果更好,但代价是生产更加复杂。 台积电所用的方案被称为BSPDN,即Backside Power Delivery Network, 可将背面电源网络直接连接到每个电晶体的原级和陆级。 他们表示,这是该领域最有效的技术,但生产过程也是最为昂贵且复杂的。 BSPDN原本计划首次搭载在N2P中,但可能是因为技术过于复杂,最终还是从N2P中移除,将在A16中首次亮相。 正因为搭载了BSPDN技术,A16将成为台积电,2026年至2027年时间框架内的关键效能节点,不仅仅是N2P的更名,而是与其截然不同的技术。 值得注意的是,N2P的下一代是A16,这种命名方式乍一看有点奇怪。 但其实,英特尔的命名也一样让人摸不到头脑。 20A之后是18A,紧接着就是14A。 这也是晶圆制造行业的常见做法,主打一个随意命名。 从N2P转变为A16,这种命名范式的转变,正是标志着台积电超越了当前最先进的两纳米工艺,正式迈入埃米时代。 作为目前披露的最先进制程,A16也是台积电迈向埃米级的第一步,预计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,2027年上市。 相比之下,英特尔和三星的同级别工艺,14A和SF1.4,预计要到2027年才能量产。 而且不同于英特尔,台积电曾表示,ASML最新的Hiden AUV曝光机并不是实生产A16工艺晶片所必须的。 毕竟,Hiden AUV曝光机每台的成本达3.8亿美元以上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A16的BSPDN工艺较为复杂,且被台积电宣称为世界首创。 目前,还没有人正在大规模生产,因此,这份两年后的计划仍有很大的变化空间。 一家科技咨询公司的创办人Daniel Newman表示,半导体正吞噬世界,OpenAI加苹果晶片。 然而,考虑到OpenAI每年亏损50亿美元,仍在融资筹集资金。 同时,当前AI领域的竞争日新月异,也就是晶片设计家晶圆厂,OpenAI自己掌管,绝对不可能实现。 由此,OpenAI最优选择策略,便是预定台积电的先进晶片。 Bernstein分析师Stacey Reisden表示,根据2023年的数据,ChatGPT处理每个查询的花费是4美分。 如果ChatGPT使用量持续增长,达到谷歌搜索规模的十分之一,每年就需要价值160亿美元的晶片。 这对于台积电而言,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业务。 Daniel Newman则猜测,OpenAI联手苹果,可能与Broadcom,也有可能与Marvel合作开发XPU,然后再交由台积电代工。 这两家公司一直以来都努力建立自己设计晶片的能力。 尽管苹果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,但在AI晶片专用领域,一直落后于竞争对手。 另外,苹果也在一直采用谷歌的TPU。 再加上,既有传闻称,OpenAI在获取足够的GPU方面遇到问题,外部猜测认为,会达其他大客户抢走了产能配额。 基于GPU供应问题,OpenAI决定开发自己的AI晶片,才能减少对辉达的依赖。 而它自研晶片的野心,可能在某种程度上,加剧OpenAI与辉达之间紧张关系。 所有这些表明,像苹果、OpenAI这样的巨头,选择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,非常有趣。 苹果在TPU上进行训练,并开发自己的晶片,用于进一步模型开发和微调推理,以实现Apple Intelligence。 未来,随着对自研晶片的积极投入,OpenAI将持续在AI运算领域中掌握话语权。 而苹果、微软、OpenAI三者之间的联系,也会变得更加紧密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